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今天抵達香港 以民間的基金會董事長身份出席一場關於兩岸關係的研討會 香港前特首董建華宴請了主辦和協辦單位的貴賓 而謝長廷也在名單之列 在晚宴之前呢 謝長廷跟董建華已經碰面 觸及了哪些議題 立刻連線隨行採訪記者林怡雲來告訴我們 怡雲 是 主播 是 在會前他們碰面的時候 大概觸及了哪些議題 是不是跟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是 主播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就是香港 然後呢 謝長廷在下午3點的時候抵達香港 然後香港的中聯辦的台灣事務部也特別有請部長跟部部長前來接機 而謝長廷是禮遇通關的 可是說是就是香港這邊對他還算是蠻重視的 而在抵達香港之後呢 他在4點多的時候先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 謝長廷是表示呢 這是來香港談兩岸關係呢 他是覺得是一點耗人氣千里快栽風 他覺得做對的事情呢 他的心情很好 然後他也特別強調就是來香港的目的是要來談 現在的兩岸關係雖然是有密集的交流 但其實是有失衡的狀況 就是他覺得只有國共兩黨在交流 所以他就是來來香港的開研討會的目的 是要來探討兩岸在政治文化還有制度上面的差異 希望能消除這個奇異喔 而今天呢剛好未來 台灣的未來事件交易 所以做了一個民調 包括呢是有過半的台灣人呢 是支持民共展開對話跟交流 更有超過六成的民眾是支持謝長廷登陸的 然後謝長廷是謙虛地表示 重點是放在過半的人是支持民共交流 這也不是比較的問題 然後至於呢剛剛在6點的時候呢 謝長廷和香港前測手也就是現在的大陸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碰面 這個晚宴是由董建華來邀請的 兩人就是互動相當的熱絡 董建華呢是先致死的時候表示呢 兩岸之間的有志之士呢 必須彼此互相來幫助 然後跳出這個框架 減少兩岸之間的分歧喔 然後香港呢也會做好這個 在兩岸關係之間做好一個很好的角色 來幫助兩岸之間是平穩跟妥當的發展 然後至於呢請這邊前院長謝長廷 大概支持的時候 支持的時候表示呢 他覺得現在世界和平是繁榮發展的 那在兩岸的部分 他也是要遵照這個世界和平 跟繁榮發展的模式 來兩岸之間要減少歧異 然後運用雙方的智慧跟想像 然後也發揮兩岸之間同源同文的特質 共同來消除這些歧異 然後一起共創雙贏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好 後續謝長廷的在香港到訪的 相關行程也請雲雲繼續帶我們掌握 非常謝謝雲雲我們帶來最新的連線報導